大家好,我是老江,今天我们来讲25号宇宙 这个词之前我们在黑黑帝国的时候提过 所谓25号宇宙,它是一个50年前的老鼠的实验 那这个实验的目的到底是什么呢? 我们现在这个世界会有很多的灾难 比如说战争、贫困、包括饥饿等等 所以很多人都希望我们这世界变得更美好 但是如果我们人类的世界变得像乌托邦一样的完美 什么都不缺,每个人每天都舒舒服服的躺平 就像你特别向往的那种生活那样 那你觉得人类会往什么样的方向去发展呢? 我觉得肯定是越来越好 那25号宇宙这个实验就给出答案了 什么答案? 那你得听我慢慢讲 那我现在告诉你的话,那后面没人看了,你知道吗? 反正我告诉你是很恐怖 因为当时这个实验的结果让很多人感觉到了极度的恐慌 包括引发的各种的争议 而且在这几年25号宇宙又开始被人们关注了 你知道为什么吗? 因为我们现在这个世界感觉它的发展趋势和当年的实验结果越来越小 那25号宇宙到底是怎么诞生的呢? 我们人类的命运最终是什么呢? 我们就不得不从这位大名鼎鼎而且饱受争议的人说起了 他就是实验的缔造者,约翰·卡尔宏 1917年出生在美国田纳西州的卡尔宏从小就是一个天才 15岁的时候就开始发表了第一篇关于鸟类的论文了 15岁的时候发表,它不是光写出来 它是要刊登出来的 早恋呗 在他读完生物学博士毕业以后就开始研究了动物的各种行为了 在1947年的时候呢 他呢就在自己家的房子后面圈了一块地 起名叫鼠之城 在那里面呢他就开始观察和饲养挪威鼠了 所以在大学论文就开始研究挪威鼠的他呢 可以说对老鼠就非常熟悉了 他是不是经常会打老鼠做各种实验啊 对啊他就观察嘛 他一般不会做过多的干涉 因为他专业就是研究动物行为学嘛 但是很快的就出现了他也不能理解的怪事 具体是什么怪事呢 在这个场地啊 理论上来讲的话 他是可以容纳5000只老鼠的 但是呢每次繁殖到200只的时候就不再生长了 而且呢老鼠的行为变得异常的诡异 因为当时的实验场地啊设备都比较简陋 没有更多的有效的数据去做支持 所以这个实验呢也没有更多的进展 但是到了1954年呢 他得到了当时美国的国家心理健康部的支持 他在那工作 而且呢那边很支持他 所以呢他获得更多的资源 专门组建团队继续他的研究 以前单个啊现在开始组队了 所以人员啊包括随着设备的场地的改良 实验的设计他也进行迭代和完善 在未来的八年里啊 他陆续进行了很多小规模的 并且更加精确可靠的实验 但是呢每一次实验都会出现 之前一样的奇怪现象 就是数量的限制和古怪的行为 每次都会出现 所以在1962年的时候呢 他的论文呢就发表在了科学美国人的杂志上 文章呢就引起了当时美国社会的关注 成为了热门的话题 而每一次的实验的栖息地 也有了一个新的名字 就是宇宙 所以多少号宇宙就代表了多少次实验吗 那他做了25次 对没错 他之前做 现在还没做到第25次呢 虽然呢卡尔宏的研究成果呢 被整个当时的社会认可了 知名度也大增了 但是呢他并没有停下脚步 因为呢他需要一次完美的实验 找到真相 最终呢又过了11年以后 他向世界公开了他最终的代表作 就是25号宇宙 就是说白了已经出结论了 哦没有错 那个时候他已经做完了 但是他实际是秘密在做的 没有对外公布 那他是每一次做的结果都一样 他才在第25次的时候认为这是最终的结果吗 每一次实验呀 他因为实验的环境 他认为不是完美的 所以他希望他的设备更先进 他的实验方法他也要迭代的 那相当于第25次的时候是完全升级到最后 对他认为是可以了 他认为第25次实验就是很完美的了 嗯所以这次实验呢 他是经历了一次非常漫长的过程的 20多年 他并不是一个盲目的一个实验 是人家一辈子就开灭一个事吗 好那25号宇宙到底是一个什么样的实验呢 我们来揭开他神秘的面纱 在1968年7月9日的时候 第25号宇宙建在了美国马里兰州的一个农场仓户 那他呢是一个长和宽啊 都在2米6左右 高1米3的方形盒子的一个城堡 从正方形的中间呢 他分为了16个扇形的区域 每一个区域的墙上都有4个走廊 一共4面墙相当于16个走廊 那每个走廊上面呢连接了4层的阁楼 每层阁楼呢又有4个房间 一共呢就是256个房间 那每一个房间呢都能容纳15只老鼠居住 按这样计算的话 从理论上25号宇宙能容纳3840只老鼠舒适的生活 然后 这个地儿好大的 专门建的这么一个基地 对啊对啊 而且为了让老鼠呢不愁吃喝 每个区域呢都有足够的饮水机 食物投放器 提供无限的食物和水 房间呢有良好的温度和通风 对瘟疫呢也进行了防护 并且呢专门派人看守 保证没有任何天机进入 非常安逆的环境 对啊而且整个过程啊 不对这里面生活的老鼠进行任何的生育的控制和干涉 目的呢就是为了尽力的排出所有的外部条件因素的影响 他想看看特别完美的环境老鼠最终是怎么样 来模拟人的世界吗 老鼠的品种呢也将之前的挪威鼠改成了呢 实验室培养的无任何传染遗传疾病的新生白色的家属 一共八只四公四母 这个你要知道诺亚方舟的时候当时也是八只 不这个 诺亚方舟的时候当时也是八个人 那将这四对老鼠呢放入了25号宇宙之后 实验就正式开始了 整个过程呢 卡尔虹呢用天鼠分为了ABCD四个阶段 首先是A阶段 第一个阶段呢非常正常 八只小老鼠们呢很快的就适应了25号宇宙的环境 幸福快乐的生活 你想啊四男四女每天不愁吃喝又有大房子住 每天基本上就谈恋爱情分生子 就这样过去了 直到104天大概三个月左右的时候 第一批的新生幼鼠就出生了 那25号宇宙呢就开始步入了第二个阶段 就是B阶段 那这个阶段呢也叫做开发期 随着老鼠们不断的快速的繁衍啊 这个阶段呢每隔55天 老鼠的种群数量呢就增上一倍 相当于两个月翻一翻大概啊 随着数量的不断增加呢 25号宇宙呢就产生了大大小小的家族势力 强壮的男老鼠们呢就开始形成主导地位了 强大的男老鼠开始攻城掠地啊 开疆拖拖 他们不断抢占更多的地盘和女老鼠们啊 基本上后宫加厉了 对对对 所以大的势力呢就越来越大 小的势力呢就越来越小 慢慢的就消失了 你有没有发现这个时候在老鼠社会里面 阶级已经产生了 是 所以呢我们从这个阶段开始 我们就把老鼠分成了统治阶级跟非统治阶级 统治阶级就是强壮的男老鼠 非统治阶级呢就是被统治的比较弱小的男老鼠 那女老鼠呢只要能生育的都在统治阶级 她能生育就因为她们繁衍嘛 她家都能强大嘛 不能生育的女老鼠呢就都属于被统治阶级了 没有什么地位嘛 不能生孩子嘛 在实验进行到了315天 就大概10个月左右的时候啊 老鼠的种群数量呢已经达到了620只了 这个时候呢变化就开始产生了 同时也标志着第三个阶段 也就是C阶段的到来 那这个阶段呢也被称为停滞期 跟之前每次实验一样啊 所有奇怪的现象都是从这个阶段开始出现了 种群的生长速度呢就开始变慢 数量呢从之前的55天翻一翻 就变成了145天翻一翻 就不像之前那么快了 对对对 那争取不到生态位被统治阶级的男老鼠 就是弱势的一方啊 他们呢没有配偶 那就被迫的脱离了社会 于是呢他们就开始集体的聚集在了场地的中央 进食的时候呢 他们也会选择聚集在几个特定的食物园一起吃东西 其他食物园没有老鼠 他们就不会去吃 相当于身边没有老鼠他就不吃东西 他必须跟大家一起进食 对啊 所以这个时候说明什么呢 这种现象呢就说明老鼠们啊 认为社交的重要性已经超过了进食了 没错 那这些社会的弱势老鼠群体呢 他们平时的行为呢也变得不再活跃了 以前呢特别活跃 慢慢的他们就不活跃了 就趴着不动 但有时候呢也会突然抱走 只要有老鼠靠近呢 他就疯狂的攻击其他老鼠 那被攻击的老鼠呢就躺着不动 就让对方肆意的撕咬 那这些老鼠呢 他们身上基本上都有很多伤口 为什么他能肆意的让他咬 他不反抗 很奇怪嘛 哈尔虹开始也不明白嘛 咱们往后讲 之后我再告诉你什么原因啊 那慢慢的呢 被统治阶级的男老鼠们 他们也不再主动的寻找女老鼠交配了 反而呢 他们就会寻找强势的男老鼠交配 而且呢 被交配方呢 也不会拒绝这种行为 就是都行都一样 时代不一样了 男女都一样就这意思 而且之后呢 那些在社会顶端呀 统治阶级的男老鼠 也开始出现问题了 因为呢 那个时候 步入成年的男性的右手 就越来越多了 他们都成年了 所以呢 统治阶级的男老鼠呢 就给他们造成了非常大的压力 因为他们得不停的巡视 他的这个领地 成年的公老鼠多了 他们就累了 他们就过不过来了 所以最终呢 他们也开始疲倦了 他们也不再寻查 守护自己的领地 和自己的女老鼠了 那统治阶级呢 整体也开始躺平 那还不干吗 就呆着嘛 躺平嘛 什么也不干嘛 所以导致呢 女老鼠们呢 也不再相信统治阶级男老鼠了 她都挡平了 对呀 女老鼠也开始不信任了 所以女老鼠们呢 就自己开始亲自的守护 他们的地盘 并且同时抚养小老鼠们 那这样的话 女老鼠压力也大了 让你又上班又看孩子 你肯定过不过来 都是女常人了 对 所以呢 慢慢的呢 女老鼠们压力也变得非常巨大 情绪呢 也开始暴躁 所以呢 他们就开始向自己的孩子 发泄死咬 有的呢 甚至将自己的孩子 没断奶钱 就开始抛弃了 而且呢 还有的女老鼠啊 他们甚至会自动的吸收掉自己子宫的幼鼠 非常神奇 就自行堕胎了 你理解吗 再之后呢 甚至出现了老鼠吃老鼠的现象 但是你要注意啊 他们并不是因为饥饿 因为25号里面 他是不缺吃喝的 感觉不变态 对 他们是为了杀戮嘛 感觉 那种种的现象呢 导致了幼鼠的高死亡率 种群的数量的增长呢 速度开始急剧的下降 卡尔宏说啊 25号宇宙的社会秩序就在C阶段的末端开始瓦解了 那25号宇宙呢 不到两年的时间 终于迎来了恐怖的最后一个阶段 就是D阶段 这就是结局了 对 D阶段是结局 这个阶段呢 也被卡尔宏称作死亡期 随着上一代的老鼠老龄化的严重啊 他感觉就像老鼠 大老鼠 随着上一代老鼠的老龄化的严重啊 经历过被抛弃的新生代的老鼠们 成为了整个主流的一代 他们都长大了 他们呢 再也没有正常的社会行为了 而且呢 整个种群的出生的幼鼠也越来越少 因为他们经历过就是从小被抛弃的那个阶段 所以他们都变得不太正常了 那我们这个时候呢 分为两类说 分别是男老鼠和女老鼠 我们分开去讲 这一代的女老鼠们呢 他们不愿意再生育了 就算是能生出孩子的女老鼠 他们也缺少母性的本能 根本无法将孩子抚养到断奶 那这一代的女老鼠对应的男老鼠们呢 你知道他们在干嘛吗 他们也不会对异性进行任何的性行为 但是呢 也从来不打架 所以呢 他们身上没有伤口 他们的生活啊 只有几样 就是吃饭 喝水 睡觉 还有剩下的时间 就是给自己梳毛 又睡觉 又吃了胖 又给自己梳毛 他们都很干净 很漂亮 所以卡尔红呢 给他们取了一个名字 叫美丽的人 但是呢 他们的爱美呢 并不是因为要吸引异性 他们并没有性别意识 平时呢 他们只是躯体聚在一起 但是呢 不会进行任何的社交行为 只是待着 对 只是待着 所以实验在超过一年半左右的时间呀 可以容纳大约4000只老鼠的完美的25号宇宙 老鼠的数量达到了顶端的2200只以后 就再也没有增加过了 死亡的老鼠的数量已经高于出生的老鼠的数量 老鼠的总群的总数急剧下降 在1970年5月的时候 最后一只婴儿出生之后 就再也没有老鼠去繁育过后代了 所有的老鼠都静静的等待这种种群的灭亡 一直都在老龄化 直到1973年的一天 那个时候整个实验运行了不到五年 随着最后一只老鼠的死亡 25号宇宙呢 宣告彻底的结束 都死了 灭亡了 可怕吧 所以呢 对啊 以后跟你讲嘛 卡尔虹呢 在皇家医学会院刊啊 发表了自己20多年的研究成果的时候 开头就讲到了 有两个死亡 威胁人类的生命和进化 灵魂之死和肉体之死 他把它分为两种 他还说啊 医者啊 就医生啊 不只是医治肉体 更要医治灵魂 接着呢 他就用了大量的篇幅来引用 圣经的启示录和天启四骑士的内容 在这种戏剧性的开场白之后 才开始描述自己的事业 非常奇怪 那这一下呢 就直接激怒了所有科学界跟神学界 为什么要激怒 科学家们认为啊 用启示录来背书科学论文 你就是对科学最大的耻辱 而且呢 还批评卡尔虹的观点呢 非常带有误导性 而神学家们呢 认为你用动物的行为来预言人类的结局 本身就是对上帝最大的侮辱 比达尔文还可恶 所以两者呢都在排挤他 而且甚至当时呢 还有一些政客啊 经常引用啊 经过歪解之后的实验的结论 来表达自己的政见 因为他比较火嘛 所以不可否认的就是卡尔虹啊 确实对当时的社会产生了其大的影响 主要是神学界跟科学界嘛 老百姓好像比较认 老百姓认 然后社会学家比较认 包括后来呢 就有人开始尝试啊 用卡尔虹的理论 在人的身上做实验 他们开始寻找类似于 25号宇宙的这种环境 比如说啊 学校 医院 或者是监狱 都比较像嘛 那这个当中呢 监狱是最明显的 体现的特别突出 那么这个没有战争 饥饿 不缺住房的 完美的乌托邦世界 为什么老鼠 还会行为异常 最终导致灭绝呢 那卡尔虹呢 把这些现象呀 统称为 行为沉沦 这个词是他发明的 那通过实验呢 得出了结论 在种群的社会中啊 有两种密度 一个呢 是物理密度 一个呢 叫社会密度 也叫社交密度 当一个物种的物理密度 和社交密度较高 并且发展到一定程度以后 就会出现这种 行为沉沦的现象 导致呢 物种最终的毁灭 而且呢 毁灭是不可逆的 这个是很重要的 在25号宇宙实验当中呢 卡尔虹曾经尝试过 把几只沉沦的小老鼠 移出别的环境 就是移出新的空旷的 新的环境 让它跟正常的老鼠 一起生活 也不行 老鼠们去接近它们 它们就咬对方 所以这种毁灭是不可逆的 没有办法 而当中的社会密度 就是社交密度 其实是更重要的 高社会密度下的人呢 他们无法控制社交道范围 就更容易出现了行为沉沦 以前都是这种大城市 人多 而且密集的 那现在呢 沟通主要都在网络上了 所以不光大城市会出现 我们身边都会出现这种情况 而行为沉沦的条件 除了密度以外 还有另外一个非常重要的 什么 就是天堂 乌托邦式的天堂 能够促使行为沉沦产生 我们每个人不担心吃喝 不担心生存 所以他就不需要亲情友情 无忧无虑的生活 那他就会无聊时间长了 那之后呢 他就有这种社交的需求 那社交再过一段时间呢 他就慢慢的变得木的麻木了 并且呢 开始陆续产生这种暴力啊 自恋啊 不关心别人 甚至蔑视生命的这种情况出现 你看我们现在这个世界啊 很多的发达的国家 比如说美国 北欧那边 尤其是人口密度还高的 比如像日本 包括我们自己 现在的身边也是这样的 比如说女权主义的兴起 女性越来越独立 不再相信男性了 是不是这样一感觉 对啊 包括男的也是 更多的草食性男出现了 国外啊 还甚至出现了这种犯性恋 包括呢 韩流的这种明星的中性化 男的呀 越来越娘啊 女的呢 越来越男性 对啊 越来越男人 越来越女 对啊 现在真的是这样 对啊 是啊 说的就是嘛 而且女性是咋子呢 下一代 下一代 说的就是 为什么现在25号宇宙 这个又受到人们的关注了 还真的是这样 包括我们身边 你看越来越多的躺平主义 单身群体越来越多 包括呢 低出生率 我之前做那个节目 就是专门讲出生率的 现在都是丁克一族嘛 越来越多的人 不愿意结婚 不愿意生孩子 包括家庭关系呢 你像我们都是有感触的 家庭的关系呢 越来越疏远 整个家庭的概念呢 也越来越淡化 而且现在有个发达 回家经常会有人就跳楼 对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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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们 你发现没 他们是对生命非常蔑视 就非常麻木 包括你看很多现在的家长 年轻一代的家长 他们对孩子都是缺乏关心的 很多孩子出现这种危险 都是比如关在车里啊 或者是自己不顾孩子 玩手机啊 都是这种现象 对啊 包括在社会上 你有没有发现 社会上 人与人越来越冷漠 暴力倾向的越来越严重 包括呢 对人的人性的蔑视 刚才你讲的 似乎呢 现在这个社会 很多地方都在蔓延着 这种行为存在的现象 是 嗯 我不知道你有没有看过 蝙蝠下跟小丑啊 其实这两部电影呢 就是在描述 类似于这种的社会背景 整个社会都充实了暴力啊 所以呢 如果有人觉得自己 有可能出现行为存在 那就要注意你自己的物理密度和社会密度了 比如说啊 我给你讲几个办法啊 可以尽量选择给自己足够大的私密的空间 同时呢 在社交的密度上呢 你可以注意网络的环境 比如说 避免个人的隐私的曝光啊 包括之前出现的网络暴力 其实都很重要的 这些都属于社交密度的过于大了 无法被控制了 还有呢 一个最重要的就是要避免乌托邦的生活 这是咱们今天的重点 所以呢 要给自己不断设立新的目标 让自己呢 一直处在不断奋斗的状态 你不能歇着你知道吗 但是这个一直是我 所以有 所以有句金句嘛 追求呢 比得到更重要 你追求的过程下最幸福了 原来梦想的结局还是死亡 所以啊 我讲啊 建议啊 恋爱阶段的七间男女呢 一定要享受爱情 别太老结婚 都是经验之谈你知道吗 我为什么会在绝不出 bee 真一糟 都倒准了 因为户刀行 by bwd6